民进党主席苏贞昌召开了国际记者会 针对台湾的情况提出通盘检讨 不过在会场上有中国时报的员工发传单 希望苏贞昌能够出面主持三大报老板的座谈会 邀请自由时报的林荣三 联合报的王文山 以及中国时报的蔡衍明 针对重大的一起一起说清楚讲明白 不过苏贞昌并没有正面回应 带着一群各个领域的意见领袖 民进党主席苏贞昌上午召开国际记者会 准备通盘检讨台湾现况 针对最近吵得不可开交的媒体经营议题 有一群中国时报的员工在会场发放传单 希望能够先请苏贞昌来主持三大报老板的座谈会 包括林荣三 王文山以及蔡衍明 就报老板怎样才算适格 资金来源 对台湾有什么贡献 以及经营媒体的理念 让他们一次说清楚讲明白 当媒体环境被破坏 新闻自由失去健全保障的时候 我们要求主政者相关的单位 不要拖延赛责 针对中国时报的提议 苏贞昌没有正面回忆 但是他以一党主席的身份 公开提倡反媒体垄断 掀起不少争议 首先是民事的大股东吴子佳公开点名 苏贞昌不该介入反望中 因为监督政客的媒体 绝不该让政党反客为主 尤其是以个人政治为目的 让苏贞昌假反垄断之名 行反中之实 叫第四权就是只准新闻媒体监督政治人路 不准政治人路监督新闻媒体 所以苏贞昌主席要介入所谓的望中集团 跟自由时报集团之间的纷争 是非常非常不妥当 台商在中国大陆赚的钱 并不是中资 这也是法律上有规定的 所以苏贞昌主席要不然就是他 夸大了这件事情 要不然就是他刻意扭曲这件事情 民主委员们也赞成 苏贞昌以国内最大反对党的主席身份 来主持包老板的座谈会 而不是自己跳火坑操作议题 反倒失去了民进党该有的格局 反倒失去了民进党